Torino 都陵是皮埃蒙特大区的首府 在波河上游的古地 人口103万多 城区人口密度高达6785.6人 众所周知 都陵是意大利的第四大城市 仅次于米兰的第二大工业城 第一大汽车城 都陵的优温图斯和都陵两个足球俱乐部 都是甲地联赛的强队 有很多全球各地的球迷 德比也有看透 但是许多人不了解 都陵还有意大利乃至世界的十个罪 赫尔教十个第一 意大利的第一个首都 都陵是统一之后的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个首都 也是第一位意大利国王的出生地 虽然他作为首都只是1861年到1865年 短短的四年 但是沙沃亚王朝 在都陵兴建了许多美论文化的宫殿和别墅 都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路 第二意大利的巧克力之都 这座古城被称为意大利最甜的地方 享有巧克力之都的美名 最经典的是江杜亚这种可可真字粉巧克力 还有 Pralina这种加心巧克力 这种巧克力 那是意大利国宝级的 巧克力酱 加上百分之三十的真果 做出来的Nudella巧克力酱 俘获了无数吃货的味蕾 在都陵 你还可以喝到最著名的巧克力咖啡饮料 叫Biccheri 另外每年十月底 这里举办长达十千的巧克力节 汇集全世界有名的巧克力 让你吃个够 第三 意大利第一座电影城 都陵是意大利电影的诞生地 他的国家电影博物馆 就在167米高的地标性的建筑 Molle Antonelliana里边 都陵是意大利电影的诞生地 电影博物馆里 收藏着许多早期的电影设备 海报等等 至今每年还举办 国际女性电影节 青年电影节 环境电影节等 第四 是保存最好的古罗马遗迹 都陵的一个地标建筑 叫Palladina门 建于古罗马时期 是现存的四座古罗马城门之一 也是意大利北部保存最完好的古罗马遗迹 第五 埃及文物最多的博物馆 都陵市中心的意大利的有名的埃及博物馆 Museo Egipcio 是埃及开罗国家博物馆之外 收藏埃及文物最多的博物馆 超过三万件文物 也是意大利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第六 意大利开胃酒的诞生地 开胃酒 Aperitivo 是意大利独有的一种饮食文化 正餐之前 人们在一起 喝酒聊天 吃点小餐 都灵 就是这个传统的诞生地 第七 最多的历史咖啡馆 都在租灵的主干道 Via Bo 波河路上 走几步 就能遇见历史悠久 装饰经典的咖啡馆 游客可以进去 感受十九世纪 意大利文人的咖啡馆文化 好好的小资一把 第八 世界独有的果诗部 都灵主教堂多莫里 有据说是耶稣 从十字架上放下来时候 用过的那块果诗布 上面有一个三十多岁 长胡子的男性 留下来的痕迹 他的样本 在英国的牛津大学 美国的杨利桑那州大学 和瑞士的联邦理工学院 进行了放射性探检实验 结果显示 这块果诗布 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1260到1390之间 实情不得而知 第九 最重要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地 都灵的东方艺术博物馆 是意大利最重要的 收藏亚洲艺术品的博物馆 第十是最早的城市临阴道 说到临阴道 大家会想到巴黎 其实都灵的临阴道 是在1808年就建立了 这条美丽的临阴道 连接着萨沃亚王室的建筑 请不吝点赞发 打赏